好了今天我们又来维修一个大疆的一个C2的遥控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够开机啊 这个遥控器的问题的话它是这个充电接口啊 应该是坏了啊 然后咱们先把它一步一步的给拆出来啊 然后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遥控器如果你没有拆过的话很容易拆坏啊 这个不知道里面的技巧啊所以说你看按照我的一个流程拆的话 它是绝对能够完美的拆掉啊 好了现在就安静的 看我拆吧 好拿掉面板的话这是一个小旋流啊然后把这个电池啊给断掉啊 要不然弄时候容易坏啊 它这个充电啊只是在这个小的板板子上面啊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啊 看到左边那个充电接口已经掉下来了啊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结构啊 来看一下这是那块板子啊这个掉下来的接口啊 然后处理一下焊盘然后一个操作之后哎就搞定了啊这个 焊接的过程就没有展示了啊知道这个大概的过程就行了啊 然后再原封不动的给装回去啊这个过程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好来把电池给插上然后就可以装上了啊 然后充电测试一下啊充电测试的话看他是有五伏一点几安啊 那个充电的话也是正常的 然后这是没有问题的话就给他装好啊装好然后 就基本上就搞定了啊 好了 把这些周边都按好啊 然后他这个摇杆的这些排线啊得给弄上然后装好 来听一下这个响声啊 然后再插电再测试一下啊测试一下看 确定没问题啊 好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了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啊分享